此次神舟18号飞船是在暗夜条件下返回东风着陆场 这对光学设备提出了严苛考验 相比白天返回 夜间搜索发现目标难度更大 加之此次神舟18号飞船返回 正值农历初四 额眉月象使本就无照明设备的东风着陆场更加黑暗 地面分队夜间到达着陆现场更难 戈壁滩高低起伏的地形 车辆行驶中扬起的烟尘和石子 极易导致爆胎的枯树枝和铁丝网遍布四周 这些都对地面分队快速机动搜索带来了风险挑战 除了加改装的车辆照明设备 地面分队还在车上增加了加高试阔灯 保持车距的警示灯等设备 确保地面搜索安全快速可靠 在返回舱搜索现场升起的两盏车载广场灯 将现场瞬间点亮 这个是我们加装的一个着陆现场的一个照明设备 我们这个上面加装的是四个四百千瓦的一个光线照明灯 这个杆子呢我们可以升到十米 所以说整个亮路下来啊 可以确保处置现场亮入白昼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补充灯光 是我们这个叼车上也有一个升降灯 所以两个灯光加起来就是我们着陆现场工作 目前东风着陆厂已经圆满完成六次深州飞船搜索回收任务 在此次深州18号任务中 着陆厂系统还升级改造通信设备 优化方案预案 开展多轮次夜间专项训练和协同演练 有效提升夜间搜索发现返回舱的能力